诸位明珊 大家早安 欧米陀佛 欧米陀佛 我们看说佛陀是什么 其实在我们晚上的以前都讲过 但是我师父这里也有 我们就把它念过去 说佛陀这是印度古代梵文的名义 那么印度这个国家很有趣 地方虽然说很大 可是他们官方同行的语言 在以前有一百多种 那么现在反而是 秦国是以印文为主 那么翻文是当时古代的 雅丽安比较正统的文字 让我们知道现在东南亚的佛教流传的 那个文是什么文 巴黎文 巴黎文也是佛陀时代 那么不同种族用的 那么所以说反文巴黎文 其实都是在佛陀时代 但是他们印度很广 那么老百姓的这个语言 有很大的分析 尤其我们知道说印度 这个统治阶级是属于陆群的民族 那么它是属于亚利安总 那么跟印欧的这个是同一个体系 就是跟欧洲的那么是同一个协同的 所以说它入侵到印度的时候 那么统治着那么印度 那印度我们讲说比较属于 那么被奴役的或被统治的 就被他们贬低到就是像索陀罗见走 但是毕竟我们讲说被统治的人们 是不是占了最大的比例 所以说佛法早期是流传在印度的三层街社会里面 那么用的就是法文 那么这些比较赞同的文 然后到了后来佛教 那么因为佛教的教化跟印度教不太一样 印度教所洪化的人 以前还是以他们自己亚利安人为主 就是波罗门和撒地利 那么比较低沉的他们的信仰 本来都是由他们自己原来的 例如说一些鬼神教 那么这些当佛陀的教义 在印度流片的时候 那么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说 冬树菩萨入龙宫 有没有去读经典 甚至于我们相传 那么华阴军甚至于都是从龙宫里面牵出来的 那么龙宫其实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说印度被统治的阶级 那么被统治的阶级呢 在佛化佛陀弘法的时候 那么是蛮多的人来互持来听的 然后甚至于影响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说很多的大圣佛经 我们讲说影响的范围 主要的宏化的对象 应该还是属于我们讲说被统治的阶级 那这些印度的就是比较低层的文化的人 那么对于这些低层文化的苦 对于基层文化的经济 还有政治各个领域上呢 我们讲说被统治阶级的这种压迫 那么佛法取得了一种 我们讲说对于生命 然后对于苦的一种解决 来自于精神生命的一种提升 都给了一种帮助跟治疗 更重要的是佛法讲的平等 私信平等 然后所有的信仰都是平等 不因为你是佛罗门教撒地利 你就先天就永有幽厌 或者这个比人家高一大 甚至于在印度四性种族里面的健种 健种叫做一生 就是他的生命只有这一生 事后没有资格去给我们慧眼 没有下一辈子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奇怪的 那么但是形成了他们印度的一些 我们讲说印度教的一个教育的支撑 那么但是佛陀虽然本身也是出自于 印度教的文化的这个影响 但是佛陀那么在 就是印度教流行很久以后 那么我们讲说有了一些腐败 有了一些种种的这个我们讲说 跟时代跟各方面不相应的时候 那么在佛陀的那个环境里面 甚至比佛陀更早期一些 就所谓的96种的新性外道出现 那么所谓96种新性外道出现 大多数都是每一个这个外道 都有他本身教理哲理的思维 还有他一套的这个哲辩思想 还有修训的这些观念 那么这是其中 那么影响最大的就是我 说佛教还有就是到现在 在这个印度你们还可以看到的 就是其他教 那么其实还有很多的教理 也都是从印度教的这些 根本的思维里面演化出来的 但是96种新性外道 我们讲说不要以为外道就是不好的 只是说在我们佛法说心外求道 然后不知道一切租房是延弃恐急 那么认为时有一个创造神或是没有 或者是只有现世派 没有所谓的三世派 或者是做善 没有善国 做恶 没有恶国 那96种外道的事项是几乎罗列的 你能够想象到的所有的观念跟思维 那么当时我们讲说随着这个印度 各个国家的这个什么 我们讲说吞并 跟我们这个战国一样 春秋战国一样 本来是小国各自领地的 那后来吞并 吞并了以后 整个社会地位 那么这个中心 原来以前是在柏罗门的这个祭司 甚至于柏罗门的这个所谓 不只是宗教祭司 祭司还富有教育 富有种种的一切 我们说以前的文化 以前的教育 以前的知识 以前的计量感 乃至于我们讲说跟天的这种沟通 以前都是我们讲说神权跟政权 有时候是合一的 这还有甚至于跟教育是合一的 所以那时候的柏罗门教整个 我们讲说 虽然不是实际的统治阶级 但是它隐然是超乎 我们讲说沙利利的这种的 这一个族群 但是到了我们讲说 类似我们的战国吞并以后 形成就是有一些大国的出现 那这些新兴大国的出现呢 它就展现出那个 我们讲说那个王的一种雄才谋略 是不是不甘人像 是不是想要有所作为 但是在整个那时候的环境里面 虽然说沙利利是统治阶级 但是在印度的自古以来的这个观念里面 那么就是柏罗门教不仅是掌握了 我们讲说很多很多的这个前世 甚至于我们讲说宗教解释前智 知识的这个教授记忆的传授 乃至于我们讲说 由柏罗门教所形成的那个团体 因为柏罗门教不是像我们和尚这样出家 但他们是有家族的 听懂吗 只是它的种是属于柏罗门教的这个种传下来 所以说柏罗门教种 它其实在各个国家里面 都掌握有最大的前世 就像我们春秋时候有叫各家 有没有士大夫的那个家 那个家每一家每一家 其实都是有它的这个情势范围 还有经济范围 还有就是统治的范围 然后有各家 然后再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共主 那结果我们讲说在比较早期 那么虽然说这个沙地利有统治权 但是这个统治权其实还是受了很多 我们讲说柏罗门教的耶稣 那么到了我们讲说 吞并以后 尤其是在佛陀的那个年代 那么吞并大部分已经完成了 那么这些国君就想要有事作为 但是因为整个教义政治宗教 那么还都是掌握在一些柏罗门教 所以说当新兴宗教起来的时候 这些勇为的这些君主 他们是不是会选择跟他们思想 观念相应的这些教团来扶持 那么形成对于什么 我们讲说 佛罗门教原来传统思想的一种对立 那么在这其中就是佛教的思想 以及其他教的思想 能够起得什么 非常大的成功 所以说甚至于我们讲说 其他教的第一世的教主 比佛陀还早 在我们将近一百年 那么到了我们讲说 跟佛陀同时代的那位教主 也是称作大雄 那么也很有作为 甚至于佛陀早期洪化的 这两个城市 原来的国君是 物持其他教的 但是后来佛陀出来洪化的时候 才改姓佛教 但是我们讲说 虽然有这些新兴宗教的 金王的附层 但是毕竟我们讲 从根深蒂固以来 是以什么为主 是以印度教为主 那么他们长有的 这种的我们讲经济 政治 然后各方面的力量 那么 纵然新兴宗教 可以取得一时的力量 可是也是 当佛罗门教的一种改革 然后再重新出发的时候 那么佛教又受到很大的伤害 例如说 我们看到佛陀晚年的时候 两个大臣 这个城市 就是我讲的两个大国 那么全部都把自己的父王杀了 然后这个篡位 我们讲说 太子如果要想篡位 没有那个所谓的 后面的那个政治群体的护持 一个孤王能不能成立 那你想佛陀教化这么久 二三十年的这几个大国 为什么都会在佛陀晚年的时候呢 那么做了这么大的这个变革 那么甚至佛陀在我们讲的七八十岁的时候 都要变成没有地方 可以真正的死的生还 可以这个继续存留的地方 所以后来就把僧堂打散 听懂吗 使佛陀自己也到各地 不是在像二三十年来 来回以恒合南北两岸的这个大国 恐怕就变成流走 那么因此所有的大地子 也跟着怎么样 就到各地去 所以不信忠的大幸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佛法才能跟着怎么样 走出恒合两岸 然后遍及到什么 印度的各个地方 但是不可会言的 我们讲说这样的一个改革 一个变动 终究还是没有真正的大成功 在佛陀晚年的时候 佛罗门将就有一个改革 有一个形成 那么一直到我们讲说 阿易王那时候又起来护持佛教 佛教又有信心 但是阿易王一死了以后 又怎么样 佛罗门教的力量又起来 又把佛教怎么样 又加以摧毁 又加以限制 总之就是说 佛教在印度彻底灭亡之前 其实呢 是常常起起伏伏 那么真正的 我们讲说在回教入侵之前 佛教的灭亡 其实就已经可以是奠定了 不需要等待回教入侵 也会灭亡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就是 印度佛罗门教的信心 他们把佛陀所有的教法 也融进他们的这个佛罗门教的 这个教义里面去 然后把佛陀认为就是他们的大神的地 第九还是第几化身 那么使得我们讲说佛教的东西 是会被童话的 这个童话就像我们 小时候看童话故事一样 会沉迷于其中 你们脑筋转不出来 童话故事嘛 那个童话意思就是说 你的特色你的思想 你的种种的一切就不见了 明白吗 因为佛罗门教毕竟是根深蒂固 那么他把你吸收了以后 你的特质你的什么一切都变成他的 就像我们中国的孝道观念 我们中国的祭祀观念 佛教进入了以后 变成儒家的变成中国人的观念 就显不出佛教的特色 懂吗 甚至于形成我们中国人认为 死后有十殿年王啊什么这些的转世 这个根本跟我们佛经完全不一样的 这一类的思想也就是说 被我们中国阶身博大的文化 那把它怎么样融合了 那中国佛教的特色的东西就不见了 就变成中国人的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里面 骨子里面还有什么佛教的东西 但是外表看起来怎么样 都是中国人的样子 这样明白吗 所以说这样的童话是最难 那佛教就是被印度教吸收了以后 那么他们里面也有这样的教育 那你说佛教就很难 在怎么样 有特地独行的东西 这样明白吗 然后第二加上他们自己真正的一些改革 就是波罗门教首先我们讲说 96种外道会显胜起来是因为他们的大部分的负责管理 祭司的一些所谓的祭司腐化了 听到吗 就是本来所有的宗教 包括印度教都应该以什么 以弃出全财利益享受什么这些为主 明白吗 我们不是有跟大家讲过说 其实波罗门教的用功 那么他们都是认为说自己都是大神所化身的 那为什么会变成 既然是大神化神 是不是应该就是祭祖小大神一样的亲戚以及神性 那为什么这些特性会消失呢 是因为当大神化成了我们人以后 人怎么样 贪婪 人怎么样 种种的重义 种种的一切 使得原来的前进的神性 还有他的前进不见了 因此当波罗门教的这些人 认为说死后如果要回到大神的身边 一定要把自己的罪去除掉 听到吗 所以说就从修学上面要去做 所以说印度教为什么在自古就很崇尚苦行 然后崇尚禅修 这个都不是佛教特色 这是印度教朋友的特色 那他们禅修的时候不是像我们中国 一下子坐下就空掉 就什么都没有 就什么都没有 人家他们坐下来叫做敏思 就是安安静静静的思维 思维什么 思维 凡天大神叫我们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怎么把这些神的这个亲近性 重新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 再把它怎么样呈现出来 所以说平常打坐的时候 就要思维自己的神性 如何把它怎么样发挥出来 然后怎么把那些教化 智慧的教化 重新变成我们生命里面的正直见 听到吗 就是知识 然后在生活中变成能够去实践出来 然后慢慢一部分一部分的把罪清除掉 然后恢复到什么 清净身 自然时候就可以回归到什么 大神身上 所以说他们的打坐 不是像我们坐在那边就空掉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 英文的magnetation 翻译成中文叫做什么 叫做冥想有没有 或者冥思 想不是叫你胡思乱想 但是也不是叫你坐在那里 就什么都空掉 我们很多打坐的人坐下去就空掉了 然后空掉以后 什么都不知道 就说哎呀 这一只箱做得很好 为什么做得很好 因为你脑筋什么妄想都没有 然后精神就恢复了 体力恢复了 就很好 那这个叫做的一只好箱 顶头变成什么 木头人 变成木头人 坐在那边 寸在那边 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禅宗 为什么都是错误的 你看我们讲说 你真的去印度看很多地方 都可以看到他们 不管在水边远下 还是甚至于这个城市之中 只要一棵大树 就有人在那边打坐 然后坐得如如不动 你以为他变成木头人 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 他们都是在那里用功 听到吗 把自己的生命跟什么 跟神的教戒 自己认真去思维 然后把自己的什么 例如说 叛生吃卖 你这些种种的 我们讲说分别性 这些不好的 加以进化 加以进出 然后越想越想 然后想到以后 慢慢这些 从身心的安定以后 生命的力量 这个对自己生命的关照 掌握越来越强 那你下坐的时候 你整个身心流露出来的 也就能够相应 而不是在打坐的时候 恐掉什么都没有 然后恢复体力有一条龙 那起来的时候 就胡思乱作 胡乱作为 那这样就没有用 所以说希望大家要了解说 印度因为本身的佛教 那为什么会灭亡 最主要我们讲说 真的是几种原因 那么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印度教自己本身的 文明宗教信仰 还有各类的修训都很扎实 听到吗 那么还有他们又是什么 传承已久的 不是像我们讲说 一些国家的信仰 例如包括西藏 西藏为什么佛教一起 就可以这么形成 因为他们本身自己的文化 各种非常低 所以当外来的文化 或者宗教信仰进入的时候 就会形成他们的主流 听到吗 那佛教为什么来到中国 最后没有成为主流 反而被统化 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太精神博大 听到吗 所以最后佛教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上 其实改变得非常非常多 如果我们用现在这个形式搬到东南亚 没有一个东南亚的佛教徒 会认为我们中国法师是法师是出家的 这样明白吗 从穿着 从各方面 他们都认为我们不是你 因为我们现在穿的是汉服 然后我们出家人的 这些汉人的这些规矩 跟原来原始佛教的一些规矩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光是他们一看就觉得 也不是 连我们南亚的很多 就是东南亚很多的华人 都认为只有南方的这些南村国家的出家人 才是真的出家人 我们华生都不算 然后对华生的恭敬态度 都不如对这个当地的这些出家人来的恭敬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中国的华生 那么一点都没有接受佛徒借礼的这种的要求 例如说过午不死 我和华生也从来没有 然后华生在东南亚都是替人家超度敬禁 拿钱 是不是这个在佛经里面 戒礼里面也不允许的 然后出家人里面储存很多的东西 吃的什么什么的 那么我们讲说出家人只有淡善衣服 你也不行 然后我们讲说他们那边出家人对居士的 我们讲说一些态度跟我们中国人也不一样 我们中国人把居士把菩萨当做自己的财神也 所以很恭敬 很恭敬也很巴结 但是在南川国家哪怕你就是泰国的国王 丁力出家人 出家人连合掌都不合掌 不要说低头合掌回离根这个礼拜 这是确实的 因为泰王现在的这个泰王在民国53年吧 访问台湾 那因为他是佛教国家的国王 所以我们这里就希望说有一批的出家人 能够怎么样在机场迎接 如果是泰国 没有人敢劳动出家人说 说泰王要来的时候在路旁迎接 绝对也不敢的 但是我们中国台湾的政府是做出来 然后我们这些出家人也认为 能够被这样子邀请 然后甚至于来迎接泰王也是怎么样 亦有荣言 所以说当这个飞机在送船机场下来的时候 泰马一下来 一看到一排的出家人 虽然跟他们穿着不一样 可是他既然当过狗啊 就知道说双方的这个什么 同样的信仰 但是呢不同的穿着 但是仍然知道是出家人 所以说那个泰王怎么样 马上走过这些法师的时候 就怎么样 就低下头来一个一个问训 可是呢当他问训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牢上怎么样 也都合掌 然后头也都低下来回礼 那这时候就把泰王怎么样 吓了一跳 因为虽然他是国王 可是他是什么 是佛教徒啊 是居士啊 出家人是身保啊 居士顶礼 像法师公俊 不是公俊 你这个人是代表整个佛教 他是个人 不是拜你啊 你是老几啊 听了吗 所以说 在我们中国观念里面都不一样 尤其我们吉利未普上看到了 他就顶礼上我下如大法师 还把我的名字念出来 这个在中国古代 不允许随便抵制 称呼那位法师的名字 听到吗 这叫做赤名 赤名是不礼貌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们看到说 顶礼法师顶礼师父 然后呢 这位菩萨很有趣 他每次喊 顶礼上我下如大法师 然后只是问训 顶礼叫做五体投地 听到吗 要投顶顶在地上 然后还要抱着我的脚 这才叫做真正顶礼 听到吗 顶啊 顶就是脑袋 顶在 腦袋 顶在什么 我有跟大家讲过 佛的脚叫做五体投地也可以 或者叫做什么 叫做 我不是有另外一个说 这个什么 抱足 有没有 所以说 这种顶礼 简称就叫顶礼 脑袋是要顶到地上的 起码要这样 但嘴巴叫做 哎呀 我顶礼大和尚 然后两只手 就手这样下来 这个叫顶礼 你们现在更简单 那个什么 手机一顶 顶礼大和尚三千拜 然后那个手机就会替你们拜 那不更简单 听到吗 如果说没有这样实际的 真正的 然后还有 你们要懂规矩啊 师父在吃饭 在剃头 然后在走路 都不可以顶礼的 啊 师父在跟人家讲话什么 你也都不可以 讲到师父在 我这几天在运动 你们都在旁边的吗 啊 和尚 然后或者等师父走过 或者你问信 而不是跑来我的面前 啊 顶礼上博下 大和尚把他手一挥 那个叫顶礼 那你们三百拜太简单了 听清楚没有 什么时候可顶礼 然后出家人 如果不甩你 你不要说这个师父好浪漫 怎么我顶礼他 他也不跟我回礼 下次看到他不顶礼 正确的观念你们都没有 因为你们领礼的不是 现前的这个出家人 他只不代表的是整个出家人 然后你们归也不是说归谁 听吗 归整个的是佛教的出家人 下次什么 三明三明尼 哪怕他是出家一天 都是我们什么 局势的什么 局势的什么 师父 听得吗 你如果不称师父 你起码成法师 因为所有的出家人 你们都应该称他们师父 你说我又没有归一他 不对 就是说所有的出家人 你归一的 虽然说你的归一师 可能是某个音言 他只是代表佛教的出家人 接受你们成为佛教徒 明白吗 所以说你们心目中 所要归一的是整个佛教的什么 不只是现前的出家人 在我们大圣佛法 更是什么 过去 现在 未来 我们都应该成为我们生命怎么样 归一礼境的对象 明白吗 所以说哪怕我们讲说 现前的这个出家人 可能你看起来他归一不整啊 或者什么样 但是 你仍然身为局势 我们现前看到只能说这是个人 但是我们照常要归一 为什么 因为你归一礼的不是这个人 你要归一礼的是你生命中 原来要归一的什么 那个对象 明白吗 是整个全体的佛法身的清净 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庄严 才是我们真正归敬的对象 明白吗 所以说不可以起分别心 更何况一面的分别情 就叫染污 就叫不清净 所以说我们讲说 如果像中国的出家人 你们一顶礼了以后会合战 在太王一看起来 就觉得怎么样 我哪承当得起啊 听了吗 因为居士顶礼出家人 他是礼尽三宝 起码是礼尽三宝 那福报很大 结果出家人一回的 他不是一个人回啊 他代表着整个生活回啊 你原来给的可能是什么 你的恭敬供养 可能我们讲的价值一百万 可是那个出家人一回你 他是什么 他是几千百亿 回你 那你说你 你不被泰山压死才怪 这样明白吗 你承担不起的啊 所以说在泰国 那么出家人对居士的礼尽呢 我们从来 我们讲说都不回礼了 有时候甚至连停都不停 他就照常走过去 然后在我们现在讲经说法 在这里我们还算归几点 我们有些地方 像第一天开协礼的时候 我跟玄专法师是站着 你们是坐着的 甚至于在我们很多的地方 你们怎么样 还坐的是高高的椅子 然后出家人怎么样 是站着 这个在南川的国家 在佛陀时代都不可能 听懂吗 这个听法的人 受教的人 永远不能高过 所以说在南川国家 所有的地址 当他侍奉茶水或什么的时候 一定都是跪下来 他不敢高过师父的 他走过就是想要过 也一定怎么样 身体会癌下来 不敢直听听的 在我们中国也是有这样 这样子在前面 你要过的话 只能怎么样 第一区还很干净 还要走过去 不能够慢慢逛 那在南川国家更是 哪怕供奉茶水什么 一定都是怎么样 低下来 然后慢慢沉上 甚至有时候距离稍微远一点 跪在地上就是吸吸 听懂吗 慢慢送到前面 都是这样的礼节 这样的礼节 做什么 就是一种 我们讲说 做居士对生保的一种恭敬 然后在泰国 你就是爸妈 你的儿子今天出家了 只要他在出家期间里面 他就不是你的儿子 他就是什么 生保 所以说 他们看到出家儿子 出来供养 或者出来托伯 或者到哪里 这道寺床一看到儿子 他马上来是什么 就叮咛 等到儿子三个月 或几个月以后 叫做短期出家 回到家里的时候 那时候他就是你儿子 不再是师父 那时候你就不是必怎么样 对他顶礼 否则没有去 他们会乡村 然后这个儿子 如果今天要去出家 亲戚好友就打鼓啊 很热闹 然后把要出家的这位 那个就是还没有法师 就是这位要成法师的这位 那么抬在这个什么 轿子里面或者什么 然后去到寺庙里面 然后顶礼 然后法师就替你剃度 然后呢 就会替你收戒 收戒情嘛 就是说沙咪戒 或者 因为南川只有出家的男众 没有女众 所以一收完戒 马上全部送的亲人 大部分都是比这个小孩子 因为他们都是小孩子基础家 是不是都是小孩子的长辈 当那个生相 一落成 然后一收完戒 全部的什么 亲属 都是五体投地的顶礼 很奇怪 在我们中国觉得 我是他老爸 我是他老妈 哪有我去顶礼我儿子 打死都不敢 何正 南川的地方 不会这样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 那时候他知道说 这个时候 不是我的儿子不儿子的 是他的身份 他的种种的一切 代表的是什么 是出家人 所以很多的观念不同 我希望你们有机会的时候 那么看一看 就是说现在很难发达了 你们Google一下 也可以看看南川的出家人的生活 然后也会介绍东南亚的一些佛国的 一些东西 你们少会了解一下 有时候呢 那么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 起码我们知道说佛教来到中国以后 虽然有些改变 但是某些的精神 我们还是希望怎么样 能够传承的 尤其是我们归于三宝后 常常认为我自己是谁的徒弟 然后谁是我的徒弟 有点好像是家天下的那个感觉 那么很容易形成门户之见 那么其实我们讲说 那么所有的信众都是什么呀 出家人要教化的对象 那所有的居士都应该对所有的法设怎么样 你应该要去学习 所以在中国古代所谓的师父有好几种 一种当然就是我们中国人认为皈依的师父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的剃度师父 听到吗?你出家 但是剃度师父只能够剃度你出家 然后还有很多你要继续去跟随不同的师父学的 例如说等你满20岁的时候身心见钱 那么如果戒场有开大戒 你就可以去受戒 那么这时候就有什么 又有得戒的师父 还有什么你的尊正师父 石师啊 这些都算是你的师父 因为受戒最少要十个出家受大戒的出家人呢 来证明谁才可以传这个戒 所以又有戒师父 然后呢我们讲说出家以后要去学问 要去学各地参访 那各地参访的如果是住持就是属于你情境的 那当然这时候这里面就不一样 例如说住持并不是你跟他学习的 是立友人 那那个住持你住在那里的那个师父 就叫做你的依子师父 那明白吗 依子就是你在那边 持住都是在那里 然后呢我们讲说如果是禅禅修行 那么就又有什么 有不同的所谓的什么自己的什么 这个请教师 这样听懂吗 清净的来学习跟随他学习的 我们又称作清教师 清教师父 然后你如果真的在某人的坐下 证悟了 那这个人就又是你的什么 叫做法师 所以这个法师其实我们现在是 对所有的出家人都称法师 但事实上在我们中国 那么除非你是经历论都精通的 否则不能称法师 要精通三藏才称法师 在我们中国古代没有几个法师的 你们所知道的玄壮是法师 义经三藏是法师 然后好几个义经的会讲说的这些 那么经历论都很熟悉的 我们才称法师 如果你只是通一个的 我们叫做什么 论师或者禅师 懂吗 那普通人呢 连师都没有 如果说是一般称呼 就某某师 顶多加个师字 算是恭敬 那么所以说法师 如果在我们佛门里面 应该是称名德法的那位大德 称作法师 例如说我施工的他的法师是谁 你们知道吗 是交参定位是前任的方丈 他叫上至下光 叫至光长老 是我施工的什么法师 那么同样的至光是南亭长老的谁 的师父 但是他是剃度师 这样明白吗 那在我们佛门里面 如果依秦来讲 那么是自己的剃度土地 是秦 好像自己生出来儿子 那么法师呢 就好像我们以前古代 那么去学校里面读书 然后读书教导你很多很多的 那个就叫做法师 但是我们中国传统的 什么 当你去考公民的时候 那个一个真正你的老师是谁 就当时的主考官 你从谁的座下得到什么公民 那你就是他的学生 然后那一位主考官就是你的老师 这样明白吗 所以在朝廷里面 你如果刚好遇到的这个老师 将来很有虔诚 那你的观音也会比较好 这样了解吗 那然后同一棒出来的 这个互相都会支持 因为都是同一个老师 然后互相都要互相帮忙 这样势力才会越来越大 所以说这个也是 我们讲说在中国古代所谓的老师 其实好多种 那么这样的老师 那么在我们佛门里面也是这样 所以说希望你们要了解 就是说在印度 我们讲说佛教曾经先生过 但是到现在我们讲说 已经彻底都已经毁灭了 差不多将近一千多年 那么只有近代 因为印度跟那个 同样在反抗这个 英国人统治跟他们的国父 印度的国父是谁 那时候说的那个 叫什么甘地 不知道吗 圣雄甘地 那么当时跟甘地一起起来 反对英国统治的 有几位 都是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种族 但是当时都是很有学问的 很有能力的 一个后来就是 因为宗教的跟甘地 印度教不和 最后在北部成立国家 就是以回教徒为主的 你们知道是哪一个国家 巴基斯坦 对 巴基斯坦的国父 是跟甘地一样一起打革命 那还有一个 是属于索陀罗 就是建种出生的 但是他在英国统治的时代呢 那么就在英国 这个什么 受学成功 然后甚至于成为很有名的律师 那么他也是跟甘地一起来反对 那么甚至于是英国 不是 是现在印度宪法的炒创者 但是非常可惜 当印度建国以后 本来的理想是所有的世性平等 但是因为根深蒂固的思想 那么没有办法 结果这位满怀的心智 就是川国建国希望可以把自己的种族 就是那个最低的那一族的能够平等的在新建国的这个现场 或者这个时代里面有所发挥的 可是竟然还是失败的 最后这一位大德带领了几十万他们的什么 族人 然后一起皈依佛教 然后整个佛教现在在印度也仍然有 但是主流是在印度的南部 而且是以这个什么 就是种族最低的这个作为 那么到现在大概不满一百万 但是起码已经在什么 宣扬佛教的东西 那至于能不能在复兴 那我们期待的希望说它能够 好 那么是从梵文 然后就来跟你们讲了这么多 我也是希望说你们可以多了解一些 因为你们将来要成为我们的种子般 那么说佛陀是含有自己 觉悟觉悟他人 觉悟一切而无所不知 无时不觉的意思 所以又被称为一切智人 或者正片知觉 那么这个我们已经也都听过了 我们就不再多说 再看下去 这个真心的佛教你们都有拿到吧 那么自己要认真地去看 然后现在我加强给你们东西 你要去多了解 因为以后你们自己要带领人家的时候 要把很多的知识尝试 比较风气的这些 包括我们讲说 那么各地不同的风俗啦 习惯啦 信仰啦 那么都要把它增加 然后我们自己带人家 指导人家的时候才比较有内容 好 昨天好像有讲到一部分 说佛陀并不能改变世间的一切 有没有 我们说佛力业力 那哪一个力量大 业力比较大 神力也不抵业力 所以说佛陀并不能改变世间已有的状况 佛陀虽能化度众生 众生能否得度 丧心由众生能否自我努力而决定 佛陀是最好的良医 能为众生的痛苦诊断处方 服他的药必能得度 如果不肯服药 佛陀也爱莫能助 好 所以说我们佛法能够治疗我们大家出苦 出烦恼 出生死 佛陀把自己证悟的东西都交给我们 但是我们自己愿意不愿意学习 那就端靠我们自己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你们 你们都要发心来成就 一来是为自己 二来真的就如同我师父讲的佛法这么好 为什么懂得人这么少 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 把自己的生命投注在佛法学习 你这一生一定是幸福快乐 然后你也能够用自己所学的东西去帮助人家 几地利人 几达达人 这也是儒家的一种精神请兆 那么希望大家呢 那么要好好真正地用功 如果自己的烦恼 自己的一切都了不了 也不知道怎么修 怎么去关照 那你如何去除自己的苦呢 那你也没办法帮助人 就好像我不会游泳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同学 在游泳池里面 那么把我带到水中间的时候 他突然就放手就跑了 哇 我就咕噜咕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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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往下沉 然后吃了十几口水 然后他还觉得很好笑 几乎都把我差一点溺死 然后才把我拉起来 所以破了 怎么样 打死我都以后不相信别人 尤其是看到谁 人家叫我说 阿我把你扶着过去 阿你放心好了不会有危险 很多事情都可能怎么样 会发生的 嗯那么但是你自己有能力的话 你怕不怕什麼事情發生 就絕對不怕 如果我不是個汗鴨子 他整得了我嘛 整不了嘛 對不對 或者我稍微會一點游泳 哪怕是狗爬式 也爬得出來嘛 對不對 就不會灌在那裡面 好 所以說希望大家那麼要知道 佛法那麼如藥方 佛陀如醫生 那麼我們的苦惱是如內衛我們的病 那麼病要吃藥才能除 我們的苦惱要靠什麼 修邪佛法才能除 好 那麼佛陀是最好的祥導 能導引眾生脫離世間的苦海 聽從佛的引導必能得度 如果不聽從引導 佛陀也是愛莫能助 好 例如說我們對於某個環境不熟悉 你在身邊有一個最好的祥導 可是呢 你覺得你自己很厲害 像我們台灣 我們現在認為我很厲害 有導航儀 我告訴你 台灣很多次的這個導航儀 把人家導到深山裡面去 結果沒有路回不來 油又光了 然後手機又沒有電了 求生不能 求死不能 就在那邊 還有的更奇怪 島把你導 台灣的這個導不大 你導 導到哪裡去 導到台灣海峽掉下去 所以說你如果信導航 當然要信 可是更要信自己的眼睛 聽懂嗎 如果看看不對勁的 越走怎麼樣 那個路好像越來越沒有 越小 連迴轉路都沒有的時候 再看看你的油多不多 還有看看環境怎麼樣 你該停就要停了 聽懂嗎 就不能的機器 停拉倒 然後明明前面就是斷崖 你還相信說它前面再彎過去會有路 那就直接什麼路 叫做海陸空 就是什麼 陸地接海 然後海接什麼 你要掉下去的那一段 海陸空都接住了 所以說自己有本事的話 善用又要觀察 那就最對 聽懂嗎 還是要有自己聰明智慧 不能夠什麼 我們有聽過 盡信書不如無書嗎 很多的東西 還要靠自己的去體驗 所以說佛陀當然是我們過來人 然後祖師也是過來人 縱然是過來人 我們應該相信祂 但是所有的東西還是要從自己的生命裡面去體驗 了解嗎 體驗以後 你對於一些文字記載的 可能有些偏差 或有些我們自己最初的理解 並不一樣的時候 那麼你自己要先打個問號 不必一下子否定 但是也不是一下子前盤接受 經過一段的修行以後 你慢慢瞭解 原來其實不是祂的錯 是你自己的修行味道 或者見解味道 那麼馬上你就要修正 我不是也跟大家講過 說寒山時德以前的那一季 在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有 因為那時候這個寒山詩 很多人外國人也很喜歡 那在大學裡面 我們有開寒山詩 那麼這一句是不是都會提出來 我那時候心裡就想 忍祂 棒祂 什麼不要理祂 再過幾年看看祂 那個再過幾年看看祂 我心裡一直都覺得很怪 我想說佛法前面如果忍祂 放祂 然後不要理祂 然後最後再過幾年看看祂 是不是心裡面還是沒有放下 是不是 然後你試試說 欸這些 這個王八蛋 祂現在欺負我 祂現在這樣子 我沒祂的辦法 但是最後呢 看祂怎麼樣 死得下場很苦 嗯 然後就在那邊好啊 算了嘛 你看這個就是 欺負我的結果 雖然我沒辦法怎麼樣 沒辦法對祂有什麼辦法 可是終於有了 惡人做什麼 事情做多了 嗯 這個天理循環 終於國法裁判 然後你就好好再看看祂 你心裡暗爽 嗯 如果是這樣解釋 就不對了 聽到嗎 其實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避祂 忍祂 不要理祂 最後幾年去看看祂 那個祂是指誰啊 是指自己 就跟誰 就跟我們那個洞山 說我今不是祺 祺今正是我 那個祺就是祂了 聽得嗎 在中國古文那個祺 勾祺的祺啊 祺在文字裡面的解釋就是祂 還有壹人的那個壹 你也知道 也是那個人 在中文古文裡面 那麼祺就是祂 所以我們中國 那個祺今不是我 我今正是祺 那個祺就是祂 所以那個祂字 不要把它解釋成別人的祂 其實就是什麼 我們生命中的那個實相 就是真心 意思就是說 誒 你真心要做到什麼 避祂 忍祂 這樣明白嗎 就是在那個境界裡面 你如果怎麼樣 陷入到那個 你找裡面去 你認為有一個法在罵你 有一個人在罵你 你有自己被傷害 誒 這就都是錯誤的了 怎麼樣 這都沒有叫做降伏奇相 所以叫我相 人相 中相 瘦子相 所有的相 你的相相都存在 裡面 那當然會把你壓扁 你要做到無相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在眾多的陰影裡面 所以最先我們講說 避祂 忍祂 有沒有 不要理祂 那是什麼 那就是心境的一種看法 意思說 不要限溺在那個境界裡面 不要限溺在我們自己的煩惱裡面 不要限溺在我們自己的分別裡面 然後再過幾年的休學以後 你再看看自己的心計 是不是真的做到能夠巴風吹不動了 能夠端坐紫經簾了 所以說這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麼經過我們講說佛陀 我們認清祂真是導師 所以以前我常常想說 如果佛陀講的法不正確 難道我們中國這麼多的祖師 每一個會不如我嗎 一定都比我智慧能力還要強 那他們都能肯定佛陀的教法 那為什麼我讀讀我不能呢 例如說佛陀講 生死就是解脫 這一句話 當然是什麼 天經地義 而且是亘古不破 千古不壞 但是我體驗不出來啊 我體驗生死就是可怕的事啊 對不對 煩惱怎麼就是菩提呢 煩惱一來的時候 苦得不得了 對他也怎麼樣 沒奈何 然後苦得死寂活來 怎麼煩惱就是菩提 所以這幾句話我以前 雖然看到 可是我沒辦法跟他相應啊 我做不到啊 所以我體會不來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 這什麼是大話 這什麼是一些什麼安撫的話 或者是一些怎麼樣 騙騙人家的話 可是我們知道佛是不妄疑者 不虛疑者 不什麼 騙人的啊 是真一者 施一者啊 如果說這個印度來的老狐 在一路裡面拓把佛頭 就成就老狐 聽了嗎 老狐人啊 這個老狐人 那麼是會騙我們 那難道歷代祖師也會被他騙嗎 每個歷代祖師就是從這些話裡面 得到證物 所以後來我自己會相信 那絕對不是佛頭騙我 只是我自己的認知不到那一點 所以我沒辦法去受用佛頭講的那些 因此自己就怎麼樣 會更加的努力 所以對祥島的話 我們怎麼樣 要相信 當然有的祥島 例如像我們很多你們到台灣去 或者我們台灣的旅客到我們這裡來 很多的祥島是什麼 把你倒到哪裡去 你們真懂啊 可見我們都有同樣身受疾愛 然後就這個東西多好 那個東西多好 然後不買還不行 不買還會把你趕下車 我有一次去酒在沟 我們就跟三地的導遊 就發生了衝突 他一直要我們買東西 可是我們已經來中國大陸十幾次了 千篇一粒買的東西是不是都一樣 每個地方幾乎都一樣 所以就沒有買 結果那導遊就生氣 他說你知道我是 你們是每個人頭 我都要給公司多少錢的 嗯 然後要包的 你們不買我就 怎麼樣 虧本了 然後就一大堆的話 傷人啊 那最後我們就跟台灣的反應了 那中途就把它換掉了 那你們到台灣去也是會 我跟你講 你們現在去台灣 整個一個禮拜還下來 啊 多少錢啊 4千塊的 名幣不足 我說比我這個來回機票都還要便宜 嗯 還要租的 台灣的旅店還是很棒的 服務也很棒 還有景點 門票 還有這個什麼 還有這個汽 這個遊覽車啊 我就想怎麼會這麼便宜 後來才知道有沒有 是不是也都是 但你們是什麼shopping店 所以說我們深受其害 那如何真的是 我們講說 這個想黨 難怪真嗎 真正很歸極的倒 倒我們該知道的什麼 一些文化 一些什麼 真正景點 一些人文 一些什麼 那是天經地義的 你自然什麼 小費啦 什麼這些都可以 但是我們講說一些現在的想黨 也是很出問題 那你們將來要做人家想黨 不是叫你們去坐遊覽車的想黨 你們要做誰的想黨 眾生一切的 眾生不懂佛法的 生命有苦惱的人的想黨 那你就不要把他倒錯啊 忙倒眾忙 然後怎麼樣 一起牽了 掉下了嗎 大火坑裡面 那就不可以 所以說呢 一定要怎麼樣 對於修行要好好的去體認 知道說修行裡面有哪些苦 有哪些問題 身心狀況怎麼會發生 你們都要一點一點慢慢的信息來 聽懂嗎 那麼然後一定要以佛法 以眾生擺在我們的心裡 不要為民為立 我們昨天這個大二上講 各個地方如果要什麼 要主任嘛 是不是 還是分部的什麼人 將來當然你們是我們香海城市 往外擴展的什麼 監兵是不是很主要的 那你們不要想說 啊 將來我怎麼樣 有這個力量有什麼時候 有什麼 也有人攻進 大把大把 鈔票可能也會進來 如果你們是為著這樣的心來 協我們這個什麼 宗旨班 那就不會 聽了嗎 陰不正 我就什麼 遭遺棄 來到這裡寫佛 完全我們要怎麼樣 遠離世俗的種種的貪意 遠離世俗種種的名利 真的在道業上認真 你認真了 有那個成就的 隆天自然見推 你不必去求 祂也必然會跟著你來 你像我們南海景 它是個居士 對不對 但是有修行 有學問 有什麼 處處我們講說 它可以影響多少人啊 你們知道我們中國有一條鐵路 是靠它去把它修出來的 然後當時簽約的是兩 所有站旁邊的這些地 都是無條件給他們這些出資的 然後當時南海景全部都不要 如果這個好像是到什麼 到哪邊 很重要的 靜溫鐵路 那是不是黃金地段 兩旁的地 現在多值錢啊 都不用 然後那些跟隨他的一起出賬前 照著鐵路的局勢呢 有沒有未探產 沒有 全部他的血身都能真正的好 雖然在企業上很成功 得之以名 用之以名 尤其是祖國的什麼 建設 更是把它擺在心裡 所以說 你看 他有這樣的風範 有這樣的絕操 有這樣的種種一切 自然就有一點感人來 他不要 他反而得到更多 是不是 到現在往生了 還很多人仍然 很讚嘆啊 然後他的學生 他的種種一切 還是在 我們講說 不管是生俗 他在台灣 一個出家人 就蟲子法師 那麼 繼承他的十方蟲林 然後也是在帶禪修 帶什麼 然後我們講說 國學的 在我們這裡有太虎什麼 太虎學院 也是成就利益很多的 那麼這就是什麼 不必畏己 但是我們講說 人天見推 不求利 利自來 不求民 民自得 所以說董仲書告訴我們 如果求民 當求什麼 萬事民 如果為了祭利 當祭什麼 天下利 不幹就不幹 要幹怎麼樣 就要千古留民 對不對 那千古留民怎麼樣 首先就要做到 能夠放下自己 不是指想到自己 你能夠不想到自己 你的人格 你的得业 自然就偉大 好 那麼 而且佛陀也從來不以創世至極 甚至於呢 也不希望屠眾們對佛陀 做行事上的崇拜 佛陀常常講 甚至於對當時的這些護持者 人家常常常請佛陀別請佛陀 對不對 然後對佛陀做特殊的供養 想認為功德更大 是不是 當時佛陀就跟那些 想做這樣的事情的人 他說 我是在申訴之中 聽懂嗎 說我就是這個 生團裡面的一份子而已 所以你要供養 不是供養我 聽懂嗎 你要供養的是要整個生團 這樣了解嗎 所以說佛教從來沒有 佛陀沒有凸顯他自己的 個人偉大 或者個人的超出 個人的享受 個人種種的一切都沒有 他是不是跟大家一起去脫波 脫到的是同樣的東西 只不過多個侍者在旁邊幫他拿著波而已 但是佛陀照常要出去脫波 不是等弟子脫完了以後回來他再吃 不是 佛陀脫波的時候照樣是光腳走出去 然後等到回來的時候才洗腳 才打坐 才用餐 然後用晚餐才為大眾來做總整教理修行的指導 所以說並沒有怎麼樣 說因為他是佛陀是教主 就有享受不一樣的 所以我希望我們這裡 看到佛陀給我們的模範 我們現在做佛弟子要想學習 是不是應該也要如此 起碼空子都是富貴如我 以什麼福雲嘛 對不對 我們學佛修行的人 首先要把雲力錢財真的要看淡 然後不要貪窮 只要把道業成了 那麼福在其中 所以我師父在日本留學的時候 已經都斷糧了 斷炊了 但是他一個老師告訴他 他說你們中國的佛教界 不是常常說衣食中道心 道心中有衣食 聽得懂嗎 只要有道心 道心啦 修道的那個道心 自然就有衣食 你不會怕 所以你會節糧 會餓死 沒有了 真正修道人 哪怕你在深山都不會餓死 猴子會替你送食物 聽懂嗎 大象也會替你送食物 你說在中國沒有 中國沒有你因為你修行不好 你修行好的話 連天人都會替你送購 你說我沒看到 我也沒看到 但是起碼經典裡面記載了很多 我相信都不是什麼騙人的話 只是我們自己修行不夠 所以說佛陀不亦自創世主自機 那麼也不希望他們做形式上的崇拜 所以佛陀是以法來設身 聽懂嗎 以法來設受眾生 所以不是我們講說 以他個人的魅力 或者個人的什麼東西 來做為教化 所以能夠實見佛的言教 就等於見佛 敬佛 所以說我們如果能夠做到這樣 所以金剛經裡面說 此經所在之處 極為永佛 有沒有 然後甚至於說 你們如果對這個經的恭敬供養 就好像是什麼 如供養佛 還有供養什麼 那些羅漢一樣 所以說我們在教理的實踐上面 就是真正的見佛 敬佛 所以說我們今天在這裡用功 我們是不是對佛的最好的恭敬 你能夠用你的生命去領略 去認真學習 這就是真正的 你把佛的生命 你引入到你的生命裡面 合成一體 這才是佛跟你自己沒有分開 否則你永遠心外是佛 那你生命就不會真正的 我們講說像一道真是佛的 那種的慧病 慈悲 人格 智慧 好 他說否則雖然敬見了當時的佛陀 也等於沒有見我 那麼佛陀曾經就對他所有跟隨的弟子 那時候大概有1250證 佛陀就問說你們有沒有見到我 這個弟子都懵了 都傻了 我們每天跟著你一起去託波 然後回來打坐 然後聽你獎金 怎麼都沒有見到 所以哪一天我問你們說你們有沒有見到我 那你們見到的是什麼 佛陀說你們見到的是什麼 生命的一個老比丘的像 那哪是真實的我呢 他說只有那些已經得到的那些大弟子 都不在我身旁的 但是把我的叫法四處去洪傳的這些人 從來沒有離開我 他們心中永遠都是跟佛一樣 所以他們才是常常不理我 常常真的見到我的這些人 你們這些人有眼不睹佛 聽到嗎 有耳不聽也聽不到佛講的法 所以說千百年之下 你們不要說這是莫法 莫法是你心中自己的認為 聽到嗎 莫不莫不在時代 在佛前你不懂佛陀的教理 你不去實踐它 對我們來講就是莫法 現在雖然見不到佛的色身 可是我們可以邪到佛的什麼 法身 所以當然是正法時代 聽到嗎 所以絕對不是莫法 所以佛陀不是創世主也不是主宰神 佛陀只是教導眾生離苦得樂的方法 佛陀自己雖以離苦得樂 但卻不能代替眾生離苦得樂 所以佛陀是個大教育家 是人天導師 而不是幻術家及魔術師 他用不著騙人家說代人贖罪 這我師父也蠻大膽的 代人贖罪是哪一個宗教的信仰 基督教 一神教 一神教不管是天主教基督教 猶太教還有什麼 還有現在我們世界最嚴重的什麼教 鬼教 聽到嗎 他們都是叫做什麼信主得救 是不是 所以說這一句話在我們這裡還可以用 去到東南亞就要小心一點 然後如果去到 我們下個禮拜大和上要去亞 去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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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 那個慧雪跟我講說他要去什麼 敵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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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個帆船的大樓 如果去敵拜我們大和上就不能把這一句話就是說 拿出來 說代人贖罪 不可以 那麼他們絕對是相信神能夠什麼 免罪赦罪 信主就得救 我們佛教不是如此 好 所以說他是教我們一切要自己對自己負責 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這是因果怎麼樣 婉然 但是我們現在的科技可以種瓜不得瓜 種豆不豆豆 是不是 牛的肚子裡面可以生出羊男 嗯 相信嗎 嗯 男人的肚子裡面可以生出孩子來 嗯 打死我們的老祖宗都不相信 嗯 所以說在禮錄裡面我們常常會聽到說 啊老兒上請你慈悲跟我講 什麼什麼 那個老兒上就是說 等三下的那一隻公牛生了孩子的時候 我就聽你說 那個公牛以前叫特林 特牛就是公牛啦 如果你們看到特別的特 那個就是指說公牛 嗯 公牛會不會生子 你搖頭 嗯 現在不只公牛會生 寺館都會生子 嗯嗯 對不對 可以從機械裡面去把它真的造出來 一點都不假 你不要看說是電影裡面這樣子 這只是全世界的政府都不允許人這樣做 不許哪一個公司這樣做 否則人造人是已經可以達成的 因為這十年前已經是不是 已經就是用那個胚胎造出什麼 羊 羊就是哺乳動物跟我們人類 所有的一切生成是差不多都一樣的 嗯 那麼一定可以複製的 複製人 嗯 然後你將來就可以什麼 不必修行 就可以千百億化身了 只要你的曼尼狗 是不是隨時都可以去 而且是可不可以永生不死 可以喔 但是我問你 每一個複製出來的人會不會跟你現在的思想一樣 你怎麼知道 所以這就不負責任 因為我們還沒有看到這樣子 你怎麼知道說他會不會 嗯 所以不能信口開河 嗯 我們只能存疑 聽懂嗎 所以他是不是會完全一樣 還是說會有形成獨立的什麼 一些思想 只是某些部分會有很多一樣 但是還是有獨特的什麼 他的自己的 因為雖然那個眼影是一樣 可是他形成的那個因 這樣明白嗎 他還是獨立的狗 所以從佛法講起來 他還是有自己不同的 這些生命的主體 好 佛陀簡稱為佛 是在我們這個世界寄今2589年 那麼當然這個是我師父寫書的時候 現在當然不只 那麼是公元前623年 生以印度嘉賓羅未成的釋迦太子 成到以後稱為釋迦牟尼 所以他沒有出家之前叫做西達多 聽懂嗎 那成佛以後我們再稱他做什麼 釋迦摩尼 那釋迦是代表他的族姓 就是說這個是釋迦族出來的人 那麼摩尼在印度 是對於古代聖者的通用的尊稱 例如我們中國古代喜歡稱子對不對 孔子 莫子 莊子 老子 嗯 孩子 所以你家的孩子也會大 因為他也有子 對不對 嗯 所以兒子 你看 所以對兒子怎麼樣 也要恭敬 不要因為他是你聖的 因為他有那個子嘛 聽懂嗎 就是尋子 莊子 老子 孔子 墨子 哇 多的都是子 嗯 好 所以摩尼 是這個叫做吉墨 那我們因為他是從釋迦族出來的 這個聖者 所以印度人就稱他為釋迦摩尼 聽懂嗎 那摩尼其實就是我們的子的意思 類似聽懂嗎 是個尊稱 嗯 有老子 莊子 孔子 嗯 好 但是從釋迦的言教中 我們可以明白 有現在歷史的記載中 雖然只有釋迦摩尼一人是佛 可是在過去九月以前 這個世界曾經有佛出生 未來的九月以後 這個世界仍將有佛出生 然後甚至於現在的十方世界 也有很多的佛存在 所以佛教不以為佛陀是什麼 獨一無二的 佛教承認過去現在未來 有著無量無數的佛陀 乃至相信所有的人 所有的友情眾生 不論是已經信佛以否 將來也都有成為佛陀的可能 因為佛教相信 佛陀是已經捷悟的眾生 眾生是尚未捷悟的佛陀 所以這句話就很重要 聽到嗎 所以要不要看清自己 不要動不動就小女子 聽到嗎 哪裡小好大 你們都是佛啊 聽到嗎 不要動不動就小女子 那是在古代 我們要怎麼樣 比一丈夫我一事 所以女孩子也是什麼 能夠撐起半片天的 尤其現在的世界裡面 你看 我們台灣是兩個女人的戰爭 對不對 知道不知道 下一屆的選舉 只是多了一個宋楚瑜在那邊什麼 攪局 真正的主力還是兩個女人 你看不得了 然後美國呢 有可能怎麼樣 給我一個女人 會出來 世界最大最大的 不管是政治經濟 是最強的國家 如果冒出一個女孩子 是不是也很稀奇 所以女人哪裡會可憐的 哪裡都不如男人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台灣 聽到嗎 嗯 那麼常常有一句話 男人你跟我到一邊去 聽到嗎 意思就是沒有你講話的 一定 嗯 那麼呢 我們女人自己可以搞起來 要有這樣的潔心 甚至於我 我不是看低男人啦 因為我自己是男人 我知道男人的很多裂根性 嗯 然後男人怎麼樣 比較受不了那些折磨考驗 動不動就怎麼樣 就要死給人家看 就要人家安慰 就要人家照顧 所以說為什麼現在承認 承男人的男人不多 聽到嗎 那為什麼 因為都是被媽媽寵壞了 現在變得很獨自 嗯 然後沒有受過那麼多苦 嗯 所以動不動就要吃奶 就要什麼 就要溫暖 所以說男人就越來越弱 嗯 那女人呢 知識能力越來越強 然後這實際上 在我們講說生理來講 女人活得更殘壽 女人更不容易生病的人 什麼什麼都比我們健康 男人只是力量大 嗯 男人只是因為古代不要懷孕生孩子 所以說她就是比較自由 那女人一生孩子以後不僅是十個月 還要照顧好幾年 是不是 弄得女人就沒有 否則我們中國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 那個喪 喪的時候的那個下朝 有一個什麼 富豪有沒有 哎呦 你們竟然都不知道富豪啊 五丁時代的她的那個女的 她是大將軍耶 她在她墳墓裡面挖出很多寶貝來 然後那個最重要的一個寶貝就是一個 一個統帥前的那個 那個輔業 譯作的 那個輔業代表是統帥三軍的 嗯 然後你看她可以代替那個什麼 五丁去爭討 嗯 所以說在甲骨文裡面 也有這個富豪這幾個字 喔 所以說古代的女人 啊 不是 只是什麼 生孩子在家廚房的 她一樣可以去爭戰的 嗯 所以說希望我們的女人能夠怎麼樣 當然也不是只希望女人啦 但是因為為什麼會多講這個 因為在佛教界裡面 我們的女眾現在更多 信仰的也更多 將來影響的也更大 那女人要多起來分擔責任 男人呢 他就把他攻起來 聽到嗎 為什麼 因為男人說句老實話 啊 都是不太努力 不太肯吃苦 啊 你們要不服氣 你們就做給師父看 聽了嗎 這一批男人 洗刷你們的耻辱 否則 在師父的腦海裡面 包括我對我自己 我都覺得 我不如你來 喔 那麼這不是說不平等 而是說我們真的要努力 現在的男人 尤其是在佛法承擔的這個責任上面 我們男人的發行 起碼在我們講說台灣 或者在別的地方 讓我看到的都不如你中來的積極 來的用功 來的真正的響起蕩蕩 那麼這一點我們男人要盡情自追 起碼我不想說 在我眼前的這一批男人 我希望我們能夠怎麼樣 真實的站起來 這樣明白嗎 所以不是師父要騙地你們 是希望我們真的要怎麼樣 認清自己的問題 然後真的把我們自己的什麼 羞膛挺起來 把我們的脊椎豎起來 我們真的要撐起什麼 不是一日騙天 因為我們需要撐起全天下 然後讓你能過得好日子 信得嗎 那麼這才是偉大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在中國大陸 也看到很多男眾的 甚至出家人 不如李仲來的經濟 李仲的很多的比丘尼 比男眾的比丘 來得更加的精進 那麼在佛教界現在的修行活動裡面 也都是民眾顯著的比男眾多 我也希望說我們男眾真的不要 時代已改變了 我們自己的地位什麼都去除了 地位不是在你說 我是寺廟的主持 我是會長 我是什麼 沒有用 真正的地位是我們講說 你在這個佛教裡面 你真正能夠負起多少的擔當跟責任 而不是你表象的那些東西 佛法的生命不是靠著寺廟的建築 或者蓋著更多的寺廟 而是要對佛法的教理如何去實踐 你才能夠把佛法的生命 真正的流傳下來 所以說我們對自己 不管是男眾女眾 我們相信自己總有一天會成佛 明白嗎 那我們現在就要培養 或我們自己成佛的福德因應 那我們不要懈怠 所以說在境界上 凡勝所有不同 在本質上 佛性是一地平等 所以佛教不將佛陀 當作唯一的神來承辦 也不承認另有一個宇宙的創造神存在 所以佛教徒是無神論者 但是說他無神 又有很多對於什麼 神的這樣的一個功績 聽懂嗎 他不是當作教主的這樣的來崇信 而是認為這些神也是修復修德而成就的 他自然有他值得我們什麼 敬仰的地方 就好像我們對這世間有成就的人 有邪問的人 有道德的人的一種什麼 一種禮禁 但是我們不會把它當作 像信仰的創造神那樣的功績 所以不太一樣 好 好 那麼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那麼下一章我們會來講 宇宙和生命是從哪裡來的 宇宙和生命是從哪裡來的